这时候不要焦头接耳 自己看自己的题 答题的时间呢是两个小时 响零以后收卷 我现在开始发卷 所有同学都不许动笔啊 一会儿考试铃声响起才可以答 大家注意了 别忘了在右上角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不许单 开写单题 禅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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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两天 考试题目虽然都不难 但是我心里明白 最重要的第一天 我有两道大题 根本没来得及做 考北大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我都考糊了 我也考糊了 我第一天主课的时候就考砸了 完蛋了 我和你不同 你起码还有高兴的事情 你终于来立价了 早不来晚不来 因为这个时候来 还不过不来呢 讨厌鬼 害人尽 要不是陈大明 那怎么才不过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教练的跟你说 教练的跟你说 怎么样怎么样 考怎么样 别说高考这事了 烦死了 怎么了 考完就考完了 我告诉你啊 考完就别想了 好好地玩一个将棋 也完了就等通通书就完了 起码 考怎么样啊 我有事啊 你别跟我说话 我不想听 好 都怨你 都怨你 都是你害我考砸的 怎么了 陈大明 我告诉你 以后你不许来找我了 小心我告诉你们家里 讨厌 你跟陈大明到底怎么回事 肯定有事瞒着我 没有 我不信 不信拉倒 行行行啊 我才不管呢 好像多长知道你们的事去的 以后他要再来聊你 你可别老拽着我 你再别说我了 我没考好心情就不好 你还老说老说的 你哭什么呀 我也没考好 我都没哭 行 别哭了 你要是哭肿了眼睛 待会别人看就笑话你了 然后你回了家以后 你妈肯定还得刨根问底的 Delete 应该倒是 感觉还能看出来吗 你笑笑 还行 哎呀 不用再想了 考都考完了 想完也没用 哎 我现在可不想回家了 一回家我妈肯定得问她 我妈肯定也要问我 烦了死我了 老马 小乔说了 让你过两天帮他挪弄柜子去 知道了 你说他也真是的 你说挪个柜子搬个没什么的 这还得找人帮忙 我说帮他介绍个老伴吧 他还挺挑剔的 你就别替人操心了 人家用着你管 你看你说的 他是个孤儿 那无情无故的 那我不管谁管的 让你管 人家好意思说嘛 我也不张了 那你的意思是 不愿意让我给乔大夫介绍老伴啊 你看你 你说我都不敢跟你说话了 这不管说什么 你都能扯到那儿去 是的 回来啦闺女 回来啦闺女 回来啦闺女回来啦 烤得怎么样啊 烤得怎么样啊 我问你话呢 我问你呢 烤得怎么样啊 你别急嘛 你让孩子先喝口水 再说啊 你看看你看看 还拉着个小脸 到底怎么回事啊 烤得怎么样 你倒是说句话呀 不理想 什么叫不理想啊 不理想就是没烤好呗 那 怎么门门都没烤好啊 从第一天开始就没烤好 那七桥他们呢 也没烤好 那别的同学呢 你比如说王燕啊秀秀啊 还有小梁他们 都没烤好啊 你管别人干什么呀 你瞅瞅 你瞅瞅 就是让人这场电影给闹的 你们俩还看电影 谁让你批准他们俩看电影的呀 你也不能怨恨电影啊 要怨就怨恨你现在是那王八蛋的 明明是恋人曲的 非得说是丽宁曲 缺德 行了你们别来这来那的了 都怪我啊 我第一天不舒服 你又怎么不舒服了 你这几天不都是昏梦乱跳的吗 真的呀 你是我这闺女 你从今天开始啊 你就真正地变成女孩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啊 你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你们俩说什么呢 你别说啊 妈妈回头我再告诉你啊 花莎 即便是这样 那你估计大爷能考多少分啊 北大 能不能去啊 你能不能让我稍微清醒几天呀 到时候通知书下来了 不是就知道去哪儿了吗 你瞧你 我是说呀 那就是即便有这事 那也不会差太多吧 你看 说来说去啊 你还是娇气 你说想当年你妈啊 休梯田挑灯夜战那会儿 我高烧四十度 清商不下火线 那我两腿直晃悠 还挑八十斤石头呢 你看你这 这就是一咬牙一跺脚的事 你就是个来个立架 好像什么都不行了 是的 你当时我爸胡说搬到什么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孩子呢 他是没努力吗 你看 这段虽然小点累的 都绿了 绿了也白搭 那不是没考上吗 他是没考上吗 录取通知书 顾梅下来的吗 瞎说啥呀 我听他那意思啊 北大算是黄了 北大北大北大 全北 这